神向摩西显现 摩西照顾他岳父叶推罗的羊群,叶推罗是米甸的祭司 有一天,他带领羊群穿过沙漠,来到神的山,名叫和猎山 摩西在照顾羊群时,看见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荆棘一直在燃烧 摩西去看这惊人的印象,并听到上帝从火焰中对他说话 上帝叫摩西脱下他的鞋,因为他所站立的地方是圣地 摩西听从上帝 然后神对他说 我是你父亲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和雅各的神 摩西非常害怕 上帝说 我已经看到我的百姓,在埃及作为奴隶受苦 我要释放他们,把他们带到我应许给他们的土地上 令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 你要去埃及,告诉法老放我的百姓出来 但摩西害怕,认为以色列人不会相信他 上帝要摩西对以色列人这样说 那自由地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 为了证明他们会得救 上帝命令摩西放下手中的杖 顿时变成了一条蛇 摩西吓坏了,但主告诉他把尾巴捡起来 他又变回杖 但是摩西仍然害怕 所以上帝给了他另一个神迹 把你的手伸进你的怀里 当摩西这样做时,手掌了大麻风,有血那样白 然后当摩西再将手放回怀里时,他又恢复正常了 但摩西仍然找借口说 我不是有口才的人 他坚持说 上帝生气地告诉摩西 他的兄弟亚伦可以代表他说话 最后,摩西准备好按照上帝所说的去做 上帝告诉他 就在那时,亚伦已经去见他了 摩西手里拿着杖 离开了燃烧的荆棘 他会用它向亚伦和以色列人展示上帝的神迹 让他们相信 摩西回到他的岳父叶推罗那里告别 然后前往埃及 摩西带着妻子和儿子 叫他们骑上驴 手里拿着神的杖 启程前往埃及 一路上 他遇到了他的兄弟亚伦 亚伦很高兴再次见到他 摩西将上帝所说的一切和他所行的一切神迹 都告诉了亚伦 当摩西和亚伦回到埃及时 他们会见了以色列的所有长老 亚伦将上帝所说的一切都告诉了他们 又在百姓眼前行了那些神迹 百姓相信他们所说的话 他们知道上帝已经看到了他们的痛苦 并想帮助他们 于是他们低头敬拜他 什么encer 有点声 像我说曾祖国